他就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在利用我 都没有对我很好 全部都是说别人对他不好 这种东西他常常会觉得 他自己很孤单 所以他怎么样 他也常常会自残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像苦林大哥那样提的 有时候他会要去抓住一种空虚感 所以我们甚至有那种案例 两年来 先会跟至少五十位中外男士 有的人叫他说 有时候中西餐混合妹 有叫西餐妹的那样子人 他不外乎就是宣称要找到真爱 所以他内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空虚 你看起他表面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讲嘻嘻哈的 但是他常常都会觉得 他没有真正的伴 没有真正的好 那这种东西的人 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空虚 其实我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 就是说我在坐之上的时候 很常遇到 就是内心最孤单寂寞的人 你让韩兵一选 好好好 我看他一直都不太像 我有五张图 要大家看一看说 你会选哪一张 OK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觉得你比较像哪一种状态 这个吧 通常会选这张就是外表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海吗 还是月光吗 有一个小女... 有一个女孩子在中间 对 然后他选了这张图的心理状态的话 那就是说很多人 外表可能很开心 可是他内在其实充满了悲伤的感觉 大家仔细看这张图 那个... 当中那个小女孩呢 她是埋着头 所以她有很多心思 她是不会对外倾诉的 可是当别人靠近来关心她的时候 她会告诉你说 我很好 没事 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的在这里吧 那有些时候其实她内心 是需要有人陪伴的 寒冰要哭了啦 她内心可能是需要有人陪伴的 但是呢 你不能干扰她 那你只能在默默在旁边陪伴说 没关系 我就在你旁边 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一声 这样就可以了 就给她一个空间 对 寒冰 因为我们 其实之前曾经讨论过一个题目 就是上楼这件事情 那然后呢 这个其中一位她就是说 因为她又是公众人物 她老公也是公众人物 那老公去世了 那她说其实她也 一直觉得她应该就是说 单身这样照顾小孩就好 结果却没想到 后来有一个男生就是陪着她 她说就一个动作 她就崩溃了 就是 那个我帮你拿个外套 就把外套接过去 不仅是重的东西 她就突然觉得 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她或照顾她 所以我这个寒冰 未来幸福交给我 好不好 我身边有很多女生 需要幸福啊 对不对 孤单真的会死人的 你看那少年拍 她不是很怕那个老虎吗 可是那老虎掉到海里去 本来会 老虎会死掉的时候 她会把她救上来 可见了老虎是死亡 可是孤单比死亡更可怕 所以宁愿有老虎做伴 我也不要死 所以我们还是 所以很多人不离婚 是因为这样子 对 我们到 等一下 之前我当卡片 让曲老师来选一下 好 好不好 来 请大家把她传过来 好 我看一下 一个是猛男骑马车 一个是裸男裸女的 你不要把连内心的告白 好 那南轩你会选哪一个 你是这个 那南轩会选哪一个 你觉得最像你心境的 最像我心境 那我会选这一张 一样吗 没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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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就一目 我觉得好美喔 看起来像是一个海中世界 有水草啊 然后什么都要飄啊 还有海王子 当然有裸男跟裸女吧 但她们也没干嘛 对 还蛮浪漫的感觉 好 我们先分析一下 南轩的心理浪漫 如果南轩选到的这张牌 是两个人队友的这张 就这个画面的话 其实在内心世界 她是渴望有个伴的 她全身就臭到爆了 你知道 我就想说 那我要跟她到底要耗多久 她就背着我 要开始拆这个箱 突然间我发现 她腰上挂了一排 那个工具 电钻 螺丝 起子 锤子 对 她去房间 内心世界她是渴望有个伴的 而且那个伴是愉悦的相处 有雨水之欢的 对 是愉悦的相处 愉悦的相处 愉悦的相处 现在都有个愚 她就说没穿衣服 但是没怎样 所以其实 如果跟南轩 你要找一个伴的话 跟你在一起 要很轻松 很自在 很愉快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的关系 一旦遇到了一些瓶颈 或是有一些紧绷状态的话 你可能就会游开 没有就算了 OK 有的话一定要这种状态 你会不强求 但是其实内心深处 还是渴望有一个人 可以关怀 呵护 或是跟自己共有的 这样的一个人 对 好 那邱老师选的这张 不过邱老师选的那张 很有意思 她其实是一个战士 女战士 她不是男的 她不是男的 对 她把语了就想成男的 是 所以也其实反应是 就是邱老师内心 有非常坚强的一块 然后她其实有些时候 会寄情于工作 然后会把自己 就是 你说武装的也好也可以 安排得也好 安排得很好也可以 就在工作当中 她其实是一个 非常积极进取 有活力的女性 其实我们看 非常有活力 对 她非常有活力 她喜欢的对象 可能也是要有一个 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 就另外一辆马车要来 对 就是并驾齐驱的这种感觉 是 那我要讲一个刚刚 你没有讲到DIY 我帮大家想一个好方法 就是我前一阵子 也是去一个家具店 买了一个新的沙发 是 而且我有一个很大的 那他们就说 请问你要自己组装 还是我们帮你组装 我说那有钱吗 他们说是啊 要 我们好像多收七八百块 我现在忘了 而且你要等那个工人来装 我说还要等他时间 那我说要几天 他说等三天四天 然后约了一个时间 我说好 那就下午两点到五点 刚好那天我没有课 我就等他来 结果终于三四点五点的时候 到了一个男的 脏得要是个工人 全身马脏 你在期待什么呢 他是个工人 我们以为是个帅哥吗 所以叫他先去洗干净 然后躺 躺着很大的那个 根本躺不进来 躺不进来 还得把我的旧的沙发搬出去 然后再拆解这个大盒子之后 他全身已经臭到爆了 你知道我就想说 看我要跟他到底要耗多久 我就说师傅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你一天要组多少个 他说一天八个到十二个不等 我想说那很好 那一个组多少 他说不会很久 大概四十五分钟一点 我一定会离开 我想说好 敢来算 他就背着我要开始拆这个箱 突然间我发现 他腰上挂了一排一个工具 电钻 螺丝 几直 锤子 帅爆 我好重 他整个晃起来 哇 你看他土米黄色的 你知道我 他不是脸臭吗 没有 我突然闻到了 然后我就想 我的笑机 我就拍我的 然后去收一张机 我就说拍照拍 我说没有 我不是拍你 我就拍拍 然后就趕快去拍他 后面那个电钻 那个在地上 然后就是他就开始做 我就主张了 然后呢 因为他很热 把衣服拖了嘛 他沙发拖到快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坐在那个地方 看着他走就想说 哇 这房间什么都不缺 沙发也就只有一个男人 那你跟人家去洗澡了 没有 然后 国内有一部很明明的片子 叫水电工传奇 然后他就快要走了 他就说 他说不好意思啊 那你这样做完之后 还要什么吗 我说没有了 他说那小姐 请问你要不要试坐看看 看坐得好不好 我说我很瘦 你看这么瘦 坐下去没有效果 我说您坐吧 你让一下他那个打在两边的毛 这个汗味多浓 他整个坐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加他久一点 我说 我说 对 听我讲 我就马上铺成那个沙发 我说 哇 我现在知道了 再隔三四秒 我再买一套沙发 好奇 知道我了 突然觉得那个是男人味了 而且那个味道是原始的 这个 楊医师这是另外一种病状吗 他都没开许到 现在都像个猎犬一样 对 男性特尔蒙 我现在大概知道他们年龄了 年龄的秘密是不能讲的 但是呢 像狼啦 像虎的年龄 大概现在身上他可以应验的 废洛蒙效应那么强 那至少他是很快的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 所以喔 我觉得今天如果有再看自己讨论 不管你是单身男生女生 是你心里很孤单的人 你看 其实有朋友可以聊得这么开心 虽然他们一开始是一个 悲伤的开始 所以我们想关心很多很多的人 请你们不要轻易丢下 我们这些朋友好吗 今天在这边 当然我们还是要提供很多 这个单身女生 偶尔喜欢喝一点酒 我们可以让你这个知道 怎么做一些下酒菜 那当然也不要饮酒过量 好吗 希望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然后也这个希望大家都 还是像今天我们的气氛一样 这么的愉快 多教一下